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还记得前两天猫神被KPL官方节目调侃吗? 直接说猫神是病猫,就是这个事情让解说琪琪受到了无辜的指责谩骂,还是比较委屈的。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,KPL联盟要录制一期节目,于是邀请老王和琪琪参与。 但是在拿到剧本之后,两人都傻眼了,原来是拉他们来内涵猫神和其他队伍的。 琪琪既然已经接了这个活动,也就不好推辞,于是就按照剧本给演了下来。 活动的内容大家想必也都知道了,整个视频都是赤裸裸的调侃猫神,在视频出来之后,绝大多数粉丝都是找着了斥责方向,认为这是KPL联盟主导的,应该和老王琪琪没有关系。 但还是有不少激进的粉丝私信辱骂琪琪,言语还是很恶毒的。 琪琪直言在看到这些辱骂的时候,忍不住痛哭了起来,本以为自己的抗压能力已经不错了,但是这一次还是没能扛下来。 面对粉丝们的斥责,琪琪发文解释,这只是工作,自己有职业素养,不能领到头了,看到内容说一句不落了吧,自己背冲了很委屈,但也只能打色牙往肚子里咽。 随后琪琪继续解释,希望粉丝们在责骂的时候,可以找到正主,而不要乱抽,对于KPL联盟制作的这一次短视频,个人觉得确实有些不妥当。 官方败节奏影响最大了,作为赛事举办方,应该更好的保护选手们不受到伤害,而不是应该利用这些黑料,来博得热度,至于琪琪说白了就是被黑锅的,她没有什么话语权,都是按照剧本走的,如果真能选择琪琪也不傻,是不可能故意得罪猫神这些明星选手的,小伙伴们如何看待琪琪被喷残呢?